一次性加入两张槽皮 短短两天时间变成了四片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家好 我们在10号的傍晚5点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从这一箱给它插入了两个槽皮下去 那么我们是11号更新的视频 今天是12号的10点钟早上 也就是说两天的时间 要到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间 才是两天 那么我们足足提早了半天 也就是说我们这张槽皮 加下去一天半的时间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是想来看一下 上一次跟粉丝们打赌 这一箱蜜蜂 插下去两个片 能不能做得起来 现在呢都还不知道 那么我们呢 也要来看一看 打开箱子来观察一下 看一下它啊 能不能给它造起来 哇呀 两天的时间第一片就造起来了 哇呀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真的不得了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中间这一片啊 我想边皮都造起来了 这个中间的就更不用说了 哇 也造起来 也造起来了 两片的蜜蜂 真的是 一天半的时间就变成四片的蜜蜂 现在呢已经缠了暖下来了 哇呀 真的快呀 我把这个蜂给它抖掉吧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蜂蜂有没有在这上面 我想蜂蜂应该是在这上面的啊 没看到 我们把蜂抖掉 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中间的这个片 哇 这个蜂蜂在上面已经缠暖了 近距离带大家看一下 刚刚呢 也带大家近距离的看了一下 这一片呢 是我们插在中间的 已经可以看得到 蜂蜂里面呢 都已经有产了暖 一天半的时间啊 说明呢 这个蜂蜂的质量很好 还有呢 就是我们当地的蜜粉园 也很好 再呢 就是有士林的工蜂 工蜂呢 也很多 那么呢 它就非常的积极 所以说啊 这个 有蜜的情况下 蜜蜂是发展的非常的快的 现在这一片 你看都是大幼虫的 像这样子的蜜蜂呢 发展起来呢 就非常的快 基本上我们 再过一个星期 又可以来加片了 五天左右的时间吧 看一下 这是边上的这一片 边上的这一片啊 都跟 这个 中间的那一片呢 造的差不多的 看一下 都造起了一大半 真的 所以说像这样蜜蜂呢 发展起来就非常的快 中蜂啊 喜新厌旧 所以说我们呢 在有条件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给它加平 让它 在短时间呢 可以把蜜蜂给繁殖起来 繁殖起来以后呢 到了该割蜜的时候 我们就要割蜜 然后呢 进入冬天 该休息就要休息 该把老片淘汰就要淘汰 该加新的就要加新的 这个新的片一加下去呢 一片的指出来 就有两片的蜜蜂 所以说发展起来 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说大家呢 不要不舍得 一个老旧的一个草皮 大胆地把它扔掉去 加入新的草皮 让蜜蜂呢 这个激发出它的潜能来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蜜蜂呢 这个特性 激发出它的潜能 如果像这样蜜蜂 我们不加皮的话 它就挤在那里 挤在那里 到后面呢 就是起风风了 我们这个草皮 加的时间呢 一定要准 把握的时间一定要准 及时地加下去 蜜蜂即时有事情干 这个马上呢 就防止就进入了高速 所以说呢 防止的就很快 工风呢 这个都有事情做 该采蜜的呢 又重出来 它马上会去采蜜 该酿蜜的呢 马上就会酿蜜 所以说蜜蜂就发展很快 好了 好了 那今天呢 也带大家 真的是一起看了一下 短短一天半的时间 两个片 就已经给它造起来了 说明呢 这一箱蜜蜂啊 造皮非常的给力 后续呢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看一下它到底 能够发展到几个片 大家猜一下 能够发展到几个片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也跟粉丝们 这个打赌 算是见证了一下 也让你们看了一下 这个能不能做得起来 有打能的呢 我想它都是有这样子 加过片的 如果打不能的话 可能养蜂经验 还是不是算很足的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 留言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再见了 蜜蜂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加片 什么情况下 不可以加片 加早了 就容易浪子 加碗了 那么又容易闹分风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蜜蜂 如何加曹楚 今天呢 我们带来了50个曹楚 现在呢 已经加了有一大半了 那么这一会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吧 这一箱蜜蜂呢 是我们之前呢 预王群 被我们原地分风 分成了两箱 现在呢 是两片一箱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箱盖上面 箱盖上面呢 都有这么多的风 包括草皮上面呢 风都很多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的蜂王呢 交配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 按道理来说 是应该要残暖的 古迹这一箱呢 是应该再残暖了 因为这个蜂群呢 比较稳定 开开箱呢 不会到处乱飞 而且我们观察 工蜂的体色呢 都是比较正常的 也不会发黑 如果大家 开开蜂箱啊 蜜蜂很爱遮人 然后呢 工蜂的体色变黑了 那么说明啊 你的蜜蜂呢 正在处于一个 蜀王的一个状态 哦 蜂王已经残暖了 近距离的 带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呢 蜂王已经残暖了 像这一箱的蜂呢 蜜蜂呢 非常的多 我们呢 就直接给它插中间吧 给它插到中间去 让它呢 在中间照啊 因为这一箱蜂呢 的确是比较厚 中间插一片 旁边呢 旁边呢 再加一个 一次性呢 给它加两片啊 这样子呢 工蜂就有事情做 蜂王呢 马上可以一个爆产啊 看一下我们一次性就加下去的两片 好 现在我们把香盖给它盖起来 我们加蜂蜂呢 一定要看一下未来的天气 未来呢 还有三四天啊 都是天晴 我们这两片草处加下去呢 我想呢 一个晚上呢 中间这一片就可以照起来 到了后天呢 第二张也能够照得起来 我们预估是这样子 基本上没问题 因为呢 我们这边的蜂呢 全部都是会干活的工蜂吧 士林的工蜂 所以说他们照片呢 照得非常的快 只要外界有蜜蜴呢 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实验啊 也这样子跟粉丝们打个赌啊 我们明天后天后天 过来看这一项蜂 两个片看见能不能照得巧 大家觉得能照起来 在评论区打一个能不能的 也在评论区打一个能不能啊 我们堵一下这一项蜂啊 我们呢 现在看一下这一箱啊 这一箱也就是隔壁那一箱啊 当时呢 我们均等分蜂的 这一箱的蜜蜂呢 就没有那箱蜜蜂多 说明呢 我们当时分蜂的时候呢 蜜蜂呢 偏向那一边 但是呢 也没什么关系啊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啊 第一片呢没有产卵 但是呢 采回来非常多的水蜜 哦 好 藏了啊 好 均等蜂蜂成功了 这一片呢 藏了卵 不错不错啊 均等分蜂 均等分蜂 楼处在外面呢 我们而不是给它夹在中间呢 夹中间它肯定是照得快的 但是呢 这个风量呢 还偏少一点点 还没有四个片 加上呢 加上呢 其中有一片蜜蜂呢 它是没有产卵的 有一片呢 是产卵的 我们这一片呢 也只能给它夹在外面 夹在外面呢 就是为了应对这些 恶劣的天气 如果说这五天之内呢 没有什么大的寒潮啊 或者是说一直下雨啊 这个蜜蜂呢 它是没事的夹在旁边 它想照 想照就照 它不想照呢 那它就当做隔板 以这个风量呢 也能护得住 草丛呢也不会上皮 我们就说既可以解决它 有事情干 又不会造成烂纸 如果说这一箱 我们直接插中间呢 那会导致什么原因呢 就会导致呢 这个本身还有一片 没有产卵 只有一片产了卵 你夹在中间 强迫它照起来 蜜蜂呢 蜂王呢 马上产卵下去 整片的都产了卵以后 如果说这五天以后 来一个寒潮 很可能这些蜜蜂呢 因为这个工作量太大 天气一冷的蜜蜂就抱团 就会抚育不了这些幼虫 如果草皮再一裸露出来 就会造成烂纸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大家加草 一定要注意 要根据蜜蜂的实际情况 去加这个草蜂 不能摊皮 不能觉得 哇外界有蜜蜜 现在蜜蜂有这么多 我就拼命的往里面加 你加进去它不照 照起来了呢 甚至还会起反作用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像这一种箱子呢 盖下去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不要把蜜蜂呢 给压死掉啊 这样子要小心一点啊 像这样子的两箱蜜蜂呢 我们就加起来了 那么我们再去选一箱络的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这一箱啊 这一箱呢 是我们呢 前几天呢 收来的蜜蜂 才一个片啊 非常的少 这只蜂王呢 是新的蜂王 看起来 你看这个造出来的蜂皮呢 都非常的还不错 全部呢 都是工蜂的蜂皮 我们为什么说它不能夹呢 因为它本身只有一片的蜜蜂 一片的蜜蜂都不算非常的足吧 这个是绝对不能夹的 因为你夹下去以后呢 它可能呢 造起来了 也会有很多的蜂蜂 蜂皮上面 因为它本身只有一片的蜜蜂 它护不住蜂皮 所以说千万不能摊 这个呢 应该再过个三五天再来夹 让这一袋子的让它出来 蜜蜂呢 要变多 多了以后呢 才能夹 现在夹呢 还不是时候 还得再晚一点 基本上呢 加蜂皮呢 就是要注意这些情况了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过两天啊 明天后天 我们看一下那一箱 加了两张蜂皮的 看一下能不能造的起来 能的话大家就打一个能 不能的话就打一个不能 我们来赌一把见证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了 谢谢大家